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聊聊墨西哥的贸易与竞争力问题 墨西哥的政治家们经常在总统计选期间 忽略国际贸易和全球关系 尽管这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 随着贸易占墨西哥GDP的88% 选民应该分析候选人对贸易和竞争力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全球贸易增长的放缓 去年国际贸易成长率创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长 帮助超过10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然而全球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速度 自2020年以来显著下降 最后我们来看看微软支持的Rubway公司 即将上市的消息 尽管未能达到业界成功的衡量标准 40规则Rubway康计划公开上市 这一举动反映了该公司对其价值预期的调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今日这个全球化体密相连的事件 以贸易和竞争力 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然而墨西哥的政治家们在总统竞选期间 往往忽视国际贸易和全球关系 尽管贸易在2020年占墨西哥GDP的88% 这种情况引发了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关注 他们执着选民应该分析候选人对贸易和竞争力的看法 尽管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政治辩论中往往将其置于次要位置 专注于被认为更重要的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最为缓慢 这一现象在2024年显得尤为突出 尽管贸易在提高生活水平和帮助数十亿人摆脱极端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政治领导人似乎对贸易话题避而不谈 自2020年以来 新的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率显著下降 而美国等国家却在增加对外商商业 专业利益的限制 这种趋势导致了2023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增长不足0.5% 商品贸易量更是减少了近2% 尽管如此许多国家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 仍在积极寻求自由贸易机会 例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阿斯亚弗铁的实施 将连接超过13亿人口 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欧盟也在积极签署数字自由贸易协议 并寻求与南美洲贸易集团Workhouse完成协议 在亚洲中国通过与多个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继续推动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扩张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的贸易政策似乎显示出犹豫不决 尽管美国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 但这些协议并未着力解决或降低贸易壁垒 在2024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 相比美国更多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作为首选的贸易伙伴 这反映了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影响力可能正在简薄 在企业层面贸易和竞争力的挑战也同样理解 以微软支持的网络安全公司Robert Query 该公司计划公开上市 尽管未能达到行业成功的标准 40条规则Robert Query收入增长仅为5% 现金燃烧率增加亏损扩大 这种情况反映了即使在开放旌旗近40年的墨西哥 企业要想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 仅仅依靠贸易开放是不够的 还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和机构支持 因此墨西哥和全球各国都需要认识党 要通过提高竞争力从贸易中获得积极成果 选民政治家和企业家必须共同努力 深入探讨和解决贸易和竞争力的相关议题 墨西哥需要为在国际舞台上的航行找到止入明灯 而在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其他国家也应积极寻找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新途径 在当今这座纷扰不断的世界 国际合作和支持成为了许多国家克服危机 实现复兴的关键 特别是在乌克兰 由于持续的俄乌战争 该国面临着广泛的重建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日本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 据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日本不仅仅是通过政府援助支持乌克兰 更重要的是 它还强调私营部门在重建乌克兰中的作用 这一做法打破了日本过去被视为政治侏儒的席下 展现了其作为亚太大国 在主要欧洲大西洋冲突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新面貌 在东京举办的一次高层会议上 日本和乌克兰的商业环境及经济领域的前几 被大力推破 会议强调了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 in-man-same-same-same在乌克兰经济中的作用 这些企业占乌克兰所有商业实体的99.98% 提供了74%的就业机会 并创造了64%的增值 尽管乌克兰经济自2022年2月冲突开始以来遭受重创 但乌克兰企业的任性仍然给人以希望 截至2023年10月 2分之90.4的企业已恢复运营 日本对于乌克兰的投资不仅局限于传统领域 还涉及数字和IT服务以及绿色创新 乌克兰在战前就以其数字和IT能力被誉为欧洲新兴虎 而战争开始以来 这一领域甚至还吸引了投资和增长 日本通过签署量解备忘录 分享最佳数字实践 提供IT发展 电子政务建设和加强网络安全的支持 展现了加强与乌克兰数字合作的决心 此外 日本还投资了2.3亿美元支持乌克兰的农业和农业和农民 指财推广乌克兰农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可用性 并通过建设绿色基础设施促进环境友好型合作 日本商业组织已经认识到在乌克兰投资的优势 并采取了措施建立商业联系 尤其是通过加强现有的MSMS创造建立新企业的机会 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ETRO计划在基辅开设代表处 并创建了多个平台 以促进日本和乌克兰私营部门的合作 然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日本和乌克兰之间 正如半岛电视台的观点文章所指出 南非应在国际法院指控以色列种族灭绝而面临美国的威胁 这一事件凸显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民主世界秩序的紧迫性 南非的立场展现了七位巴勒斯坦事业所作的牺牲 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帝国主义威胁的现实 这需要全球中等强国共同协作以保护彼此免受此类压力 与此同时路透社的分析指出 尽管当前全球经济表现强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说 长期经济增长将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这一预测强调了在经济放缓时期 采取紧缩政策和提高利率的传统做法可能会失败 相反 适当的政府刺激措施可能有助于稳定债务与GDP的比率 定在中央银行降低利率的情况下减少债务服务成本 这也为各国政府如何应对未来挑战提供了思路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 日本与乌克兰的合作 南非为巴勒斯坦事业所做的努力 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都强调了 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挑战的重要性 无论是通过政治互动商业联系 还是经济政策调整 国际合作都是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关键动力 在全球经济的大棋盘上 贸易一直是连接各国推动繁荣的重要棋子 然而根据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报道 去年国际贸易增长率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竟在经济衰退的短暂时期之外 这一现象引发了对全球贸易未来的深思 贸易的增长曾为现代经济发展 带来重要层为现代尽要转变 在欧美它不仅提高了无数人的生活水平 还使得先前只有最富有者才能享受的产品和技术变得普及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崛起帮助超过十亿人摆脱的极端贫困 然而到了2024年贸易似乎变成了派对上的臭油 政治领导人每每必而不谈这个话题 全球新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率自2020年以来下降到大约每年五项 与2000年代初每年约12项的情况相比 下降幅度显著 美国等国家不再寻求降低贸易壁垒 以促进商业和经济活动 反而增加了对外国商业利益的限制 世界银行和全球贸易警报共同报告 仅在2023年就实施了近300项限制性贸易政策或做法 加上乌克兰和其他地区冲突的影响 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在2023年的增长不足半个百分点 商品贸易本身减少了近2% 这是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外最显著的下降 尽管如此世界许多地区仍在追求自由贸易机会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 2019年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 FCFT也生效当时有22个签署国 今年随着一波新国家正式签署 该协定被宣布运行中 FCFT也覆盖的区域将成为世界上成员国 数量最多的自由贸易区 将连接超过13亿人口 在亚洲巴基斯坦已经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完成了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在扩大该地区的贸易 中国正处于其核心位置 中国还在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扩大贸易 去年与厄瓜多尔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并升级了与哥伦比亚的贸易关系 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加强经济关系的追求 在亚洲 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签订了投资协议 并正在寻求与台湾进行21世纪贸易倡议 2022年拜登政府谈判了一个包括14个签约国的印太经济框架 或IP或谈判IPF 然而重要的是 这些倡议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或减少贸易壁垒 而且大多数都避开了市场准入的常规语言 在企业领域 据Water's Breaking Fusing 尽管未能达到行业成功的标准 及所谓的四十法则 网络安全公司Rebek计划公开上市 Rebek的总收入在截至2024年1月的采延 仅增长了5% 现金燃烧速度加快 亏损扩大 Sales also在激进投资者的推动下 正在进行自我改造 并可能以110亿美元收购软件公司Informatica 这可能标志着CE Omark并有回归其先前的交易习惯 总而言之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和变革 全球贸易的大门仍然敞开 各国和企业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 寻求新的机会与合作 显示出在全球经济中前进的决心和灵活性 在最近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几场关键的事件与讨论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从南韩的国会选举到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建设 再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各自国家的未来 也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来自CSIS不可能的国家 博客队2024年4月10月举行的南韩国会选举进行了特别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 Tayfi Chichar和Dryfe Wilmotocheco Pardel深入分析了选举结果 对于南韩总统尹西越的外交政策 以及未来的影响 这场选举不仅是对于南韩内政的一次重要检验 也可能对其与邻国包括北韩的关系产生影响 7日驻CSIS带来了一场关于巴勒斯坦和平建设的讨论 来自耶路撒冷的律师Heba Husseini 作为巴勒斯坦和平谈判的法律顾问长达30年 他与以色列长期和平谈判者Yosie Bell 因共同提出了一项名为圣地联邦的计划 旨在为解决巴以冲突奠定两国解决方案的基础 然而自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来 整个巴勒斯坦社会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场冲突不仅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也让和平建设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 最后来自塔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讨论 将目光投向了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自2020年以来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政权 在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平衡中 达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点 尤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进一步巩固了白俄罗斯作为俄罗斯 紧密卫星国的地位 这不仅对白俄罗斯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迫使西方重新评估其对白俄罗斯的政策与态度 这些讨论和事件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中 各国如何寻找平衡点 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至关重要 无论是南韩的选举结果 巴尔之间的和平努力 还是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合作 以寻求更加和平与稳定的未来 在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中 以色列面临着伊朗的巨大挑战 根据CSIS的报道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 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但以色列领导人誓言要对这种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这次袭击虽然以失败告终 但却是伊朗对以色列本土的前所未有的直接攻击 幸亏有美国英国和约旦的帮助 以及以色列出色的防御系统 才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这种情况 以色列领导人面临着是否要报复以及如何报复的双重问题 他们不仅要维持对伊朗的威慑 还要向以色列公众保证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外部威胁 在考虑回应措施时 以色列有多种选择 包括不采取行动以缓和局势 对伊朗本土进行公开攻击 进行更隐蔽的攻击 或者加强对伊朗军事和情报人员的打击 每种选择都有其限制和缺点 但以色列的目标是清晰的 确保国家安全并维持地区稳定 与此同时在美国正值逾越节前夕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篇文章 带我们走进了布鲁克林区的布鲁卡卡卡卡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正统犹太社区之一 文章通过作者的亲身体验 展示了这个社区如何通过儿童的社会化过程 强调机构化的犹太人延续性 在布鲁卡卡 无论是在书店还是玩具店 都能看到大量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教育性商品 旨在传授犹太节日的意义 家庭传统以及社区责任感等价值观 这种对下一代的有意识培养 使得正统犹太社区 比起更世俗的犹太社区来 更为起密且能够更好地维持其传统和机构 正如文章所述 这种对于代际文化传承的重视 使得borough parker 显得格外强大和充满活力 两篇文章虽然讨论的主题不同 但都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犹太人面对挑战时的坚热 和对传统的坚持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的风云变换中 还是在保持文化和宗教传统方面 犹太人都展现出了他们对未来的深思熟虑 和对安全延续性的重视 这种坚持和努力不仅保护了他们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也为世界各地的社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上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